这个小伙子的中文名字叫韩威龙 是西班牙驻北京一家旅行社的工作人员 他告诉记者 2002年他老家的邻居李卡德夫妇二人 由于不能生育 曾在淮南大通福利院领养了一个女孩 这个女孩是福利院2001年收养的 名字叫怀云素 当时只有10个月大 办理了一系列法律文件之后 李卡德夫妇把一岁大的怀云素 带回了西班牙 而作为李卡德的邻居 韩威龙也早就认识了这个可爱的中国女孩 因为我们是一个老乡 我们住得很近 现在的那个孩子像一个西班牙人一样 就是只有打的外表不一样的 收养了怀男女孩怀云素之后 李卡德夫妇惊喜地迎来了自己的亲生女儿 但是这对西班牙父母呢 依然把怀云素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看待 他们两个孩子都在学校 在最好的一个城市的学校 上学以后就去做运动 学习语言 其他东西 每个周末跟他们的父母一起去去玩 我以前真没有想过一个 一个北林洋的孩子 那么那么好 这爸爸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时光过得飞快 当初被人遗弃的怀云素呢 今年已经九岁了 怀云素经常问父母 为什么他和身边的人长得不一样 他是从哪里来的 为了给孩子讲清深事 李卡德夫妇才委托在北京工作的邻居 韩威龙来怀寻亲 爸爸想给他一个回答 一个真的回答 通过了解 我们得知 怀云素呢 是2001年6月14日 被人遗弃在华南大通福利院门口的 当时呢 被一个红色的毛毯包裹 肚子上的臍带呢 还没有减断 除此之外 华云素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但是 韩威龙相信 因为母亲 肯定不会忘记自己女儿的模样 如果 做这个广告以后 我希望有人 有父母 他们的父母 要说是我们 那我们 为相信他们 我们 我们肯定要 要出医院 做那个 那个 DNA 要感情 要 要 要 医生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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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说 是真正的 他们的 他们一样的 DNA 假如暂时无法找到孩子的亲生父母 韩威龙也为 还云素准备了一份礼物 这就是 韩威龙拍摄的 淮南的景色和家乡的人 我拍这张照片 都是 给 那个 瑞嘎 给 怀云 说的 知道 怀南是什么样的 我拍这张照片 感谢观看